感包来看到疫情升温大家都不敢出门 没有客源不少饭店业者直说快撑不下去 纷纷推出了优惠方案抢商机 其中在高雄一家五星级饭店推出只要住宿就送餐点 另外打满三剂疫苗加码赠送豪华火锅 另一间饭店则是加一元就多一人住宿 最多四人同行 目前已经有不少人陆续订房 大口吃下刚起锅的肉片 再搭配海鲜拼盘专人服务 海陆套餐上桌摆满超满足回到房间 宽敞空间打造商务风格 拉开窗帘俯瞰整个高雄市为了抢一波商机 这样一整套住宿宪政优惠期间限定 团体的部分的话大概是有大概下滑了两三成左右 那所以其实在五月开始呢 我们也开始推出了这样子出下一波30的专案 受疫情影响高雄五星级饭店纷纷推出自救优惠方案 吸引顾客上门 其中就推出不到4000元就能升等双人豪华套房 另外除了副餐只要打满三剂疫苗 再加码赠送火锅套餐 每日明儿有限同样吸引人的还有这家 这是饭店去年前新网工的一个新月尊荣家庭房 全新房型赶在这一波优惠上架 五月底前入住优惠价3620元 两人同行假以元就多一人入住 最多4人不仅无条件升等 统统还享有buffet早餐 计算下来一人只需负担906元 心动价码加上即将迎来端午假期 已经有顾客陆续订房 饭店能够渐渐的试着与疫情共存 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们特别推出了 一个相关的住房专案 疫情走向高峰 观光旅游业首当起冲 如今慢慢走向与病毒共存 要如何解决困境业者各出其招 记者高雄最后报道